奥巴马总统宣布 派遣军事顾问 但不会出兵 香港全民公投正式启动 参与踊跃 北京称投票非法无效 美中网络谍战系列报道 带您看看双方展开的 报复与反报复措施 各位晚安 欢迎您收看今天2014年6月20号 星期五晚上的VL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香港的和平占领中环全民投票 在今天正式的启动了 那么香港民众可以说 参与情况非常的踊跃 而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呢 也已经展开 稍后节目当中 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 也请您持续锁定 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林森 来为您播报 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林森 好的 郁文 首先来关注伊拉克军事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他已经准备好 向伊拉克派送更多的设备 和300名美国顾问 帮助伊拉克政府 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 奥巴马说 他准备采取他所说的 定点军事行动 不排除对逊尼派激进分子 实施空袭 他强调 应对诸如伊拉克 和黎帆特伊斯兰国 这种威胁 最好和最有效的方法 最终还是要通过 与当地的伊拉克军队合作 由他们来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四还说 如果伊朗和美国一起 要求伊拉克建立一个 尊重各派利益的 包容性政府 伊朗就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 发挥建设性作用 但是奥巴马总统警告说 如果伊朗只是作为一支 支持什叶派领导的 政府的武装力量 介入冲突 就会使形势更加恶化 再来关注中越关系 中国将在越南附近海域 安置第二个石油钻井平台 看来中越两国围绕 南中国海海源 海资源开发问题的争端 正在升级 中国海事局说 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运营的 这个石油钻井平台 将安置在越南宣称 拥有主权的海域 越南很可能将中国的 这一举动视为挑衅 中越两国在该海域的争端 上个月趋于紧张 我们再来看叙利亚 叙利亚国家媒体说 中部城市哈马附近 一个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至少34人死亡 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 星期五发表简讯说 发生在胡拉村的爆炸 还造成了50人受伤 叙利亚人权瞭望台 证实了这起爆炸 但表示爆炸造成了37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最后来看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星期五将公布一个14点和平计划 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 亲俄分离分子的暴乱 暴乱已经导致大量的伤亡 和平计划提出单方面停火 让反叛分子有机会放下武器 或者是离开乌克兰 在正式宣布之前 乌克兰政府星期五公布了 和平计划的一些内容 这个计划还提出 沿乌克兰俄罗斯边界 建立一条10公里宽的缓冲区 在另一方面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佩斯科夫星期五说 沿乌克兰边界部署俄罗斯军队 是事先计划好的目的 在于加强俄罗斯对边境的控制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简要国际新闻 欢迎您回到VOA卫视新闻 继续带您把镜头转向香港 针对香港在星期五展开的 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公投 中国当局在星期五的下午 强硬地表示这项公投是非法的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发言人说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 都没有宪法的依据 是非法的 也是无效的 由香港占领中环运动 委托进行的民间全民投票 在星期五的中午正式展开 那么根据估计 目前的投票人数 已经超过了10万人 这场香港和平占领中环的 全民投票呢 在今天中午正式启动 这场行动 它的主要目的呢 是香港的民众要求中国政府 来实现特首普选的承诺 那么刚刚我们也报道了 目前投票人数 已经超过了10万人 包括了香港政府 还有北京当局 都对这场全民投票 表达了反对的立场 那么香港各界对此反应 又是如何呢 占领中环的行动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他目前仍在中环的蓝桂坊 现场呢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 用歌声占领中环的活动 我们下面就请海燕 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海燕 主持人你好 我现在是在香港的中心地带 已经是中环蓝桂坊的入口处 目前呢 这个用歌声占领中环 宣传鼓励市民出来投票的活动呢 因为现在太早还没有开始 不过呢 在今天的上午 中午 离我这里 大概有200300米的 大打公园呢 这个香港占领中环运动 发起的 从今天开始的全民投票呢 进行了正式的启动礼 而且呢 有七天前 有数千人参加的 一行征服选 就是在香港18个区步行 每天12个小时 进行宣传这个全民公投投票 这个活动呢 今天他们有200多人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步行 也加入到这个扎打公园的 这个仪式 他们在这个当时的现场 进行了宣誓 适施的仪式 今天香港公民投票呢 尤其是电子公投 现在今天中午12点以后 正式开始 是 那么海燕 刚刚你也提到了这场投票 实际上它为期是10天 今天是第一天展开 那么今天的主要亮点在哪里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星期啊 这个有关于全民投票的电子网站 遭到了黑客的清晰 那目前整个系统的运作情况是如何呢 对 就几天以前 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计划 也就是受和平占领中环委托 进行这次全民投票活动的机构呢 他们在试运行 就是让市民进行事先的登记的时候呢 整个系统遭到了 按他们所说的是国家级的 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袭击 他们有一个域名的伺服器呢 在20小时内就受到了100个亿的 系统查询的攻击 几乎导致整个系统瘫痪 所以其中有两个服务商呢 为此退出 但是剩下的一个服务商呢 加大了这个他们服务器的抵抗能力 而且香港和平占中呢 也聘请了另外一个他们说的 世界级的私服器服务商呢 作为备用 一旦现在这个投票系统 瘫痪以后呢 立即转服务商 到今天下午为止呢 最五点 我说到一个和平占中的一个电邮 他们最新的投票的人数呢 是已经超过了20万 就是从12点开始到5点 已经超过20万 但是目前呢 我刚才一直在联系 占中秘书处 设法得到最新的这个数字 但是目前没法得到 是海燕 那么持续我们再来看看就是 我们看到北京的反应了 北京说这场全民投票是非法 是无效的 说香港并没有权利来进行公投 那么占中运动的这些发起人 他们又是如何来看待 北京的反应呢 那么接下来 他们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今天下午跟 五点多的时候 跟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的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协系副教授 陈建民教授呢 进行了沟通 他表示呢 这个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的这个说法呢 是非常可笑的 他认为他们民间有权 而且也在法律的现行之内呢 搞全民的民意公投 而且他们说他们不是迫使政府要接受这个 只是要让政府知道香港的民意到底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香港的民意追求的是有真正意义的真正的真普选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海燕在香港中环的蓝桂坊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未来几天呢 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来追踪这场香港全民投票 它的新进展 还有即将到来的香港七一大游行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登入美国金中文网 来发表看法或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有关香港选举改革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是北京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了 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说 他们还在试图希望能够说服香港政府来起草一份民主投票的法律 不过如果政府对这项要求置之不理 他们就要占领中环 下面就是美国金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占领中环是发起周末公投的组织 他们在香港各地发起徒步抗议活动 以此动员支持者 他们还表示公投可以让港民表达他们在选举问题上的看法 北京已经就香港在2017年和2020年的选举做出了相关承诺 几个月以来 选举问题已经成为香港政治人士和公众高度关注的话题 人们在北京应该在选择特首候选人问题上 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存在分歧 北京表示一个小型的委员会将决定特首候选人 在以前香港人看来 这是一种干涉香港的政治举动 本周早些时候 占领中环的网站 以及一个支持这个团体的媒体集团的网站 都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 虽然这次网络袭击的来源还没有确定 但是支持占领中环的蔡女士 将此归咎于大陆当局 网络袭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害怕 不敢说出真话 但事实上 我觉得这次袭击的效果适得其反 因为港人会感到 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张开口 说出真话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中国在本周发布了一份香港白皮书 称香港所享有的自治权取决于北京的批准 这番言论激怒了许多民主派人士 他们表示 北京正在试图限制香港基本法保障的港人自由 韩先生是一名退休教师 也是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的发言人 这份白皮书不能代替香港基本法 我们依然坚信 基本法的条款赋予了我们许多自由 在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中国 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 北京承诺 香港将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以外的高度自治 50年不变 滕彪是一名人权律师 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名访问学者 一个潜台词是大陆应该是越来越开放 到50年之后应该说和香港的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但这是最善良的一个设想 围绕选举改革的摩擦会在7月份再次升温 因为占领中环组织表示 如果政府采取了一种非民主的投票制度 他们将占领中环 美国之音利贝卡瓦利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给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式 您进来收看的是美国精英的VOA卫视新闻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伊拉克问题 美国方面表示 他们目前只派遣军事顾问 来协助伊拉克政府 抵御逊尼派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 不过美国精英记者塞尔丁从国防部发来报道说 美国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旦接到命令将会发动攻击 对伊拉克和里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出警告 一旦我们确认形势需要 我们会随时采取定点和精确军事行动 美国最近一直在调遣人力物里 乔治HW布什号航母上 有大约70架飞机协调攻击行动 其中包括FA-18超级大黄蜂和ERC鹰眼战斗机 此外美国空军有90到100架飞机可以随时升空 包括战斗机轰炸机还有无人机 特意空军中将德普图拉说 这种情况最适宜使用空中力量 德普图拉说 有这些战机随时带命激进分子 别想拿下巴格达 他们必须出动足够多的人才能有所斩获 但持续不断的侦查监视 使得他们及时有小动作 不过美国的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邓普希星期二告诉国会议员说 对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并不容易 邓普希说 这些武装组织都混杂在一起 不是说从智能手机上看到一对人马的视频 就可以立即实施打击的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所以能够取得进展 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和平民混杂在一起 军事分析员弗洛伊德说 把激进分子和平民区分开来 需要一支有效的伊拉克军队的帮助 伊拉克安全部队必须在地面取得进展 把激进分子从城市人群中赶到开阔地带 然后才能攻击他们 眼下美国所做的就是派更多的有人驾驶的侦察机和无人机 飞越伊拉克 更准确地锁定激进分子的位置 为实施打击做好准备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夏尔丁从美国国防部发回的报道 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呢 他是在星期四宣布将要增派300名的军方顾问 来协助伊拉克安全部队对抗激进分子 但是现阶段呢 美国军队是不会重返伊拉克的 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继续连线 B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荣香我们先来看看在军事上 美国目前看来是按兵不动 那么在外交上面 国务院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外交努力呢 美国国务院克里这个周末即将启程前往中东以及欧洲和伊拉克的各个派系领导人 还有地区国家领袖面对面进行外交磋商来讨论如何稳定伊拉克局势 星期四克里国务卿和来访的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的会谈 会谈之后克里表示过去十天以来他不间断的和地区领袖进行热线电话 而现在是进步加强外交斡旋 不是美国国内进行口水战的时候 目前高级的美国外交官正在维也纳讨论伊朗和问题 那么对于美国的外交努力是否也包括了伊朗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伊朗在伊拉克局势上可以发挥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不过呢如果伊朗只是派遣代表失业派的军队进入伊拉克 只会加剧当地的局势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强调 美国无意寻求军事解决伊拉克的局势 必须要通过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来解决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说 美军作战部队不会再到伊拉克打仗 当前的局势最终必须要由伊拉克人民自行解决 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是看到伊拉克爆发全面内战 这不仅是为了人道理由 也是由于它最后会导致区域的不稳定 此外还可能波及到我们承诺保卫的坚强盟友 显然的像能源以及全球能源市场这样的议题也非常重要 除了外交斡旋外交努力之外 美国目前也要积极采取措施 避免伊拉克成为伊犁恐怖组织的避风港 宇文 是 陆荣湘我们也知道就在国务卿克里要出发前往中东前 今天他要在国务院参与有关发表年度人口走私报告 先来给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的活动大概有什么情况 依据法律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布报告 来检讨全球打击人口走私的成果 那么今年将检设188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口走私方面的状况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人口走私是对人类的自由还有基本尊严的侵犯 因此美国在消灭人口走私方面负有道义的责任 那么去年中国还有俄罗斯被列为打击人口走私最不得力的国家 那么今年的报告再过几十分钟就将公布 美国之音也将同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 随时为您掌握有关的情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湘在美国国务院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么有关于伊拉克危机的发展还有美国的反应呢 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也有更多详细报道 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台湾当局最近举办了多场黄浦建军90周年的纪念活动 稍后美国经纪的张佩芝就要带您去看看 这些90年来许多重要的照片还有文献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 中国指责美国建造黑客帝国 美国不用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 从唇枪舌剑的争吵 看一场神秘莫测的网络谍战 谁是网络谍战的操盘手 谁是网络谍战的受害者 形形色色的报复手段是否奏效 如何才能让这些网络谍战烟消云散 美国之音六级电视系列篇 美中网络谍战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上个月美国的司法部以网络窃密罪为由 对五名的中国军官提出了刑事诉讼之后呢 中国方面立刻是做出了口头的反击 此外呢 中国还宣布要暂停美中两国的网络工作小组活动 还有对外国科技公司实施了网络安全审查 各种报复手段 那么美国专家就建议 美国也应该要以牙还牙 在我们今天的美中网络谍战战系列报道第五集里 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 美中两国间的报复以及反报复措施 5月19号在美国指控中国军官进行网络窃密后的当天 中国外交部宣布暂停中美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 中国当晚还召见美国驻华大使福卡斯 向其表达了中国强烈的不满和愤慨 并威胁报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红磊在5月20号的记者会上说 考虑到美国方面对于对话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没有兴趣 我们已经决定停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 中美网络工作小组是2013年6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上定的结果 目的是就两国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磋商 5月20号中国发布中央国家机关采购中心重要通知 规定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操作系统 5月22号中国宣布所有外国卖给中国的资讯科技产品和服务 都要进行新的安检 任何不能通过检查的产品或是公司都会被禁售 有媒体称中国政府的上述三项措施 是中国强烈回击美国间谍指控 对美国打响报复的连续三枪 5月25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 中国禁止国旗使用美国资讯公司服务的报道 报道援引一名为中国领导层服务的资深顾问的话说 中国已经下令国有企业与一些美国资讯公司断绝关系 担心后者协助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这些资讯公司包括麦肯锡和波士顿资讯集团等 另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 中国要求国内银行去用IBM生产的高端服务器 改用国内品牌 不过上述两种传闻都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 像斯科和IBM等公司的业务 其实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的泄密之后 就已经受到影响了 在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罪起诉五名中国军人之后 有专家指出 这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的报复手段 因为奥巴马政府在网络窃密问题上 与中国多次交涉之后并没有结果 当然在斯洛登的问题之后 奥巴马政府需要找到一个方向 转移全球对美国监控的注意 也可能是个原因 但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 杰瑞米拉布金认为 起诉中国军人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永远都不会有审判 因为这几个人不会被拘留 我们只是点了他们的名 第二 我不认为起诉中层官员是大国之间解决分歧的办法 第三 美国在全球各地都有利益 不起诉其他国家官员 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特别是不能为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起诉他们 华盛顿邮报在中国军人被起诉之后 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 中国可能会以牙还牙 起诉美国政府官员和美国公司来羞辱美国 但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 美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军事专家欧汉龙认为 针对中国的做法 美国应该在经济领域予制裁 我想美国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经济领域采取一些惩罚性措施 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乔治梅森大学的拉布金教授认为 除了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惩罚中国之外 也许更有效的办法是在网络领域给中国公司制造麻烦 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在网络领域给予报复 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这肯定值得考虑 我们可以给中国公司制造麻烦 我们应该将那些偷到美国机密的人的照片 公布于众告诉大家 嘿就是这个人在偷我们的东西 这个我们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欧汉龙承认 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措施的恶性循环 他建议建立一个像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独立机构 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美中网络谍战到底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下一集为您介绍 VOA卫视 斯阳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中国当局在星期五宣布 他们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来打击网络恐怖主义 中国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在星期五召开了动员会 他们表示要坚决的封堵清理网上的爆恐音频 还有视频 此外呢 他们也对举报网上恐怖内容的人 将要给予最高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当局表示 从最近所发生的多起爆恐案件来看 爆恐分子几乎都曾经收听 或者收看过爆恐的音视频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的国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呢 推选了加州的众议员凯文麦卡锡 来作为新的多数党领袖 麦卡锡众议员星期四赢得了党内的选举 那么作为多数党领袖 49岁的麦卡锡 将成为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 仅次于议长贝纳的第二号共和党人 目前的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坎托 他上个星期在维吉尼亚州的党内初选 竞选连任失败之后 他将在7月底辞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 有多达75名在亚特兰大的 美国政府实验室工作科学家 他们可能暴露在碳疾病军下 美国的疾病防治中心官员说 感染碳疾病的风险似乎是很低 他们目前还在检测受到威胁的人 或者呢是让他们服用抗生素 以预防这种致命疾病 这些人员受到威胁主要是因为 一个高层次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没有能够适当的激活细菌的样本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 伊拉克 乌克兰还有叙利亚的冲突 可以说导致了难民潮 这也让人们重新的开始关注 这些流离失所多年的大量难民 星期五就是世界难民日 在全球流离失所的人 已经超过了5100万人 这也是过去20年来的最高人数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说 武装冲突仍然是造成难民人数 增加的主要原因 伊拉克的难民 与其国内无家可归的人数 在增加2003年 在盟国入侵伊拉克之后 伊拉克人逃离家园 最近几年 希利亚人也背井离乡 随着逊尼派反政府武装 对伊拉克北部的攻击 又有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很多图库曼少数民族 逃离塔勒阿法尔城 一位难民说 我们很害怕 担心炸弹会炸着我们 或者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那里 伊拉克图库曼阵线的成员说 他们要反击 在塔勒阿法尔城的 图库曼人情况很困难 大约15万人逃离 他们需要帮助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发生的一切 在约旦土耳其和 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开始失去 能返回家园的希望 在那里出生的一些儿童 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祖国 联合国难民署 高级官员古特雷斯 本星期视察了一些 人满为患的难民营 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儿童 仅有20%接受正式教育 在正式的学校读书 获取文凭 将来的生活 能用到所学的知识 我们做得很不够 我们需要国际社会 给予叙利亚难民更多的支援 同时也更多的支援 黎巴嫩 约旦等 这些国家面对巨大的挑战 冲突地区附近的一些国家 接纳大量难民 照顾难民是个巨大的负担 古特雷斯多次呼吁 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 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国际社会 对叙利亚难民 以及接纳难民国 给予的同情和团结 与今天见到的难民的苦难 和需要相比 国际社会目前做得微不足道 卷助国难以满足 现有难民的需要 新的冲突又在产生 新的难民潮 本月巴基斯坦军队 对北瓦基里斯坦 激进分子的攻势 导致大约9万民众逃离 我们害怕轰炸 所以逃了出来 飞机轰炸时 在武装支撑机开始 对所有地方轰炸时 我们决定逃走 联合国说 仅在去年一年 每四秒钟就一人 被迫弃弃家逃离 但是这些数字 仅揭示了这种 人道悲剧的一部分 冲突撕裂了 成千上万家庭的生活 在所有难民中 近一半人 年龄在18岁以下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 孤身逃离家园 美国之音霍阔 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卫视新闻 今年是黄埔建军90周年 台湾的国防部 在过去几个月来 可以说陆续举办了 许多的大型纪念活动 台湾的国军历史文物馆 更是举办黄埔建军 90周年的特展 其中展出了许多黄埔官校 90年来各种重要的文物 还有史料 我们下面就请 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 带您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隶属台湾国防部的 国军历史文物馆 从6月13号开始 推出黄埔建军90周年特展 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 是陆军军官学校 展厅的入口模拟 位于广州黄埔的 陆军官校大门就职 黄埔军校创建于1924年6月16号 当时孙中山十次起义失败 最后终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不过当时军阀割据 孙中山认为革命 只有革命党 没有革命军 作为武力后盾难以成功 于是决定创办一个陆军官校 作为培养军官的摇篮 进入展厅的第一张照片 就是开学当天 孙中山与校长蒋中正 总教官何应亲 教授部主任黄柏林的合影 蒋中正拟定黄埔校训 为亲爱京城 而孙中山在开学日的训词 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这里记录了创校初期的重要人物 除了孙中山蒋中正之外 还有政治部主任戴季陶 战术总教官何应青等人 很多中共党员 像叶剑英、周恩来等人 也在创校初期担任重要教学工作 不过在这里不会看到他们的名字 这里展示了历年为国牺牲的著名黄埔烈士 像是以死守四行仓库为名的团长谢靖元 领导对日抗战的名将 但是后来在国共内战中丧生的张灵甫等人 展览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包括孙中山对蒋中正和何应青的任命状 还可以看到当时创校时的军官搭配着草鞋的制服 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军官名录 军官的毕业证书 又称军人魂短剑的黄埔配剑 这是在抗日第一战 卢沟桥制宜中 接手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 在黄埔的毕业证书 以及他在卢沟桥所使用的大刀 吉星文后来在台海战役823炮战中丧生 其中还有蒋中正在领导黄埔各时期的个人物品 包括北伐时佩戴的指挥刀 戎装皮带和皮鞋 让人为之动容的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非将军刘翠刚写给妻子的家书 有机毁七架日记记录的刘翠刚牺牲时年仅24岁 另外还有一把让人毛骨悚然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使用的军刀 上面刻着此剑杀了107人 黄埔军校90年的历史充满邪与泪 黄埔建校后不久师生立刻进行东征北伐 随后又进行八年对日苦战 紧接的是国共内战 在这之中 黄埔军校的师生历经数万场战役 壮烈牺牲的劣势不可生数 1949年陆军官校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前往台湾 于1950年在高雄凤山继续新学 现在陆军官校毕业生主要担负战备任务 并为台海安全做出贡献 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接下来根据美国之音收到的最新消息 在中国的浙江省又有几十座的教堂十字架 在星期五面临被政府强拆的命运 有报道说在平阳县各地 几十座教堂已经陆续接到了要拆掉十字架的通知 在浙江瑞安一位基督教教友 6月20号晚上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 实际上从6月19号开始就已经有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掉 那么这些教堂大多都属于政府所批准的三字教会 接下来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有了明显的降温趋势 这引起了市场的热烈讨论 有舆论甚至认为中国楼市的泡沫可能会有破裂的风险 美国之音特别就这个问题走访了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 两位中国经济专家 请他们来为中国的房市场的走势 还有整体发展来把把卖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专访的详细内容 近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预测 中国的住房价格2014年将下降5% 相比去年上涨11.5%的势头是个巨大的转折 同时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 王石潘石屹等也看衰中国房市的未来走势 十余年来高烧不退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走到了拐点 2008年美国房市发生的泡沫大破裂会不会在中国重演 两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房市不会大跌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说 目前的房市降温是个健康的调整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房地产价格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房市降温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当房价持续飙升的时候 很多人买房纯粹是为了投机 而不是自住 这会制造风险 房地产的区域性分化大 杜大伟说 房价降温现象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楼市并没有实质性的下滑 由于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较快 目前积累的泡沫并没有到达无法收拾的地步 然而让经济学家们担心的是 中国房地产占GDP的份额过高 无论是杜大伟口中的12% 还是其他学者所言的20% 推论都是一致的 房市一旦显著下滑 中国经济增长将随之放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 巴利·博斯沃斯说 中国房地产占GDP份额非常高 GDP增长太依赖房市了 如果房市崩盘 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因此中国政府有理由担心这些经济后果 由于一些城市的房价下行压力增强 中国政府正在通过降低限购门槛 放松非户籍资格审查等微调措施 支撑当地楼市 杜大伟说 从近期的微调措施看 政府基本上认为 目前的房市降温是好事 当然 GDP放缓意味着 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创造就业 尤其要发展服务业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 今年第一季度 当中国的GDP下降到7.4% 这个20年来的最低点的时候 中国的就业市场却格外好 中国在第一季度创造了344万个就业机会 是十年来同比数量最多的一次 对比中美房地产市场 博斯沃斯看到一个通病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在中国从省政府到地方政府 太依赖房市和房产买卖带来的利润了 美国也是一样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依赖红火的楼市收税 支付政府开销 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 引起房地产市场跳水 进而爆发严重的金融海啸 博斯沃斯说 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当时知道房地产市场 有很多投机行为 却好几年都视而不见 知道它走到崩溃边缘 房市垮了 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说明 当房市的泡沫 投机行为出现时 越早行动 代价越低 千万别耽误了 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 塑造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 中国经济增长率 不可能回到两位数了 目前 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阻力加大 美国学者杜大伟提到 对于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 很有意思的是 看到中国在寻求 经济改革的同时 却没有政治自由 我想现在已经到了 很难持续这么发展的阶段了 当房地产和GDP的增长 都放缓脚步 出现拐点时 经济学家们建议 中国采取结构性的改革措施 促进竞争 降低行业准入壁垒 进一步构建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 海峡两岸 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 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 究竟是不是一项 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 千万万万的叶博 整个活动 非常的有组织 也催生了一批 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刚刚那么多人 做了一条 两岸中间 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VOA卫视新闻 继续是一组国际药文 在基辅的抗议活动 赶走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还有克里米亚 从乌克兰分离出去以后 俄罗斯当局一再地否认 他们派军队 或者运送武器 来提高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战斗力 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克 从莫斯科报道 克里姆林宫看来正试图 要在乌克兰的东南部地区 顾忌重演 乌克兰东南部的反政府武装 发动这辆放在二战纪念馆前的坦克 似乎向世界表明 他们武器匮乏 普京总统6月4号对法国观众说 美国官员对俄罗斯派军队 并运送武器支援 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指控 是在撒谎 在乌克兰东南部没有俄罗斯的武装部队 没有俄罗斯的教官 从来没有 证据呢 他们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尽管普京否认 上星期YouTube视频网站的录像中出现了三辆现代T64型坦克 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敦涅斯克街上轰隆而过 随后北约公布的微星图片显示 这些坦克来自俄罗斯南部 这是更大规模武器运送车队的一部分 其他的武器包括火箭发射器 莫斯科的军事分析人士费尔根豪尔说 克里姆林宫派坦克是要提振反政府武装的士气 这些坦克能极大的提振他们的士气 所以他们招摇过势 主要不是给西方人看 而是给当地人看 反政府武装越来越受到乌克兰军队的围剿 反政府武装头目 斯特利尔科夫紧急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武器 其他的反政府武装头目亲自到莫斯科求援 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分析家马尔科夫警告 莫斯科需要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 来作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安全缓冲区 俄罗斯不会放弃顿巴斯 否则下一个挨打的就是俄罗斯了 马尔科夫说 如果俄罗斯允许亲西方的政府在基辅存在 将会有安全方面的后果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北约和乌克兰军队将穿越克里米亚入侵俄罗斯 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建议单方面停火 但乌军首先要关闭乌克兰与俄罗斯 两千公里的陆路边界切断俄罗斯的武器运输 在边界的另一侧 俄罗斯在重建其军力 菲尔根哈尔说 此举的目的是能让俄罗斯在七月或八月 有发动跨边界攻击的选择 如果出现反政府武装 崩溃的威胁 俄罗斯可能武装进入 另一方面 在俄罗斯停止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的第二天 也就是星期二 一条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地下管道突然爆炸 乌克兰当局说 爆炸可能是恐怖主义所为 目的是损害乌克兰作为一个可靠的 能源雇营渠道的名誉 美国之音布鲁克莫斯科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在泰国 人们长期以来非常喜欢找算命师来指点迷惊 不过在真人统治 而且又深陷政治危机的泰国 即使是算命 也难免会染上政治的色彩 下面继续是记者桑福德 从泰国清迈所作的报道 当下泰国局势动荡 很多人请通灵师和命理师趋疑解惑 深受欢迎的泰国詹普大师 瓦兰·波维拉特勒特说 他很小就获得了神灵的感召 在我九岁的时候 我的灵魂就飘出我的身体之外 我就可以在幻境中看到自己 从那时起 我就一直在学习超自然力量 直到现在 40多年后的今天 这位算命师为泰国富裕阶层 詹普吉凶 其中包括国家的高级将领 2006年军事政变之后 瓦兰为将军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延寿仪式 他声称他在幻境里看到了泰国现任军人统治者的前生 在我的幻境里 巴育将军曾经是纳雷轩国王麾下的伟大军人 而我自己也跟他有关 前世中我们并肩作战 而我们又降生于金士 共同拯救国家 然而在被罢处领导人应拉的北方票仓 许多人却开心不起来 一向弊端重重 但深受百姓欢迎的稻米补贴计划终止了 农民担心无钱可赚 稻农康·拉勒姆说 现在如果没有价格保证计划 中间商就会压价 然后钱就跑进他们的口袋了 至于今后的政策 军方仍守口如瓶 而任何可疑的活动 村长都必须上报 我们在举办精神仪式的地方 插上红旗作为标记 士兵们就在我们活动的时候 过来问我们 是不是和红山军有关 目前军方勉强平息了批评 许多泰国学者预测 如果乡村大多数人的意见被忽视的话 国家将很快再次动荡 不过这种预测不能公开说出来 美国记者桑福德 泰国清迈报道 继续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美国 美国的中央银行说 虽然今年的头几个月 美国经济看起来是一度的缓步不前 不过现在已经开始呈现了复苏 而美联储主席耶伦 也对美国的经济复苏 表示他有信心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 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星期二 结束了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 并且表示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增长 虽然第一季度出现了1%的收缩 但是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 消费者支出和企业产出 今年第二季度都呈现增长 耶伦说委员会由此相信 这个季度经济活动开始回升 而且今后将继续稳步增长 除此之外 美国失业率的降低速度 比美联储预期的要快 通货的膨胀也低于 美联储原本预期的2% 这都意味着美国的经济状况良好 美联储可以继续降低 用于刺激经济发展 让利润保持在超低水平的 证券购买 耶伦说从下个月开始 我们每个月将购买 350亿美元的证券 比现在每个月要减低 100亿美元 美联储的消息公布以后 美国股票市场大幅上扬 部分原因是因为 并没有令人意外的消息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 美联储表示 至少在明年中期以前 利率会导致在超低水平 分析人士说 对于企业和消费者来说 这都是好消息 现在看来利率很有可能 会在明年开始上升 所以说应该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把拖欠的债务还上 别拖到明年 后年利率上涨之后 一些经济学家说 低利率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 但是很多人都担心 物价上涨 工资不涨 可能会导致消费者支出放缓 并且影响到经济的复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张邮票要价950万美元 您没有听错 这件事情呢 这个星期就是在纽约的 一个拍卖会上 这枚邮票最后是 以950万美元破纪录的天价 被卖出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详细的报道 这枚邮票被人称为一芬杨红 于1856年 在南门州的英属贵亚纳发行 从19世纪至今 他已经不止一次 打破了单枚邮票的拍卖记录 现在要拍卖的是 英属贵亚纳的一芬杨红 起拍价是450万美金 现在开始 450万第一次 大卫雷登是 苏富比拍卖行的 特别项目主管 他之前就对一芬杨红 进行过拍卖 他说 包含保险金 这枚邮票 刚刚以大约 950万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这就意味着 他创下了 单枚邮票价格 新的世界记录 不过买家要求 不被透露姓名 一芬杨红的大小 约为6.5平方厘米 从1986年开始 才得一项公众展出 英国王室私有的 皇家邮票收藏 缺少这枚珍贵的邮票 在一芬杨红之前 瑞典一枚 1855年的邮票 保持着拍卖记录 他在1996年 以230万美金的价格 被拍卖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为您报道 我们将会拆卖到3个摄影 有人这样站转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回忆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编的 那个形状 你把真相置在 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 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估计 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VOA卫视新闻 继续带您到巴西 有人说足球的灵魂在巴西 在世界杯期间 我们看到了巴西球迷的热情 可以说是更加的明显了 接下来美国经济者泰勒 他就要带您到圣保罗 这户巴西人家里 跟他们一起来观看球赛 离完场比赛开始只有五分钟了 圣保罗街头空空荡荡 车流不见了 店铺关门了 在这个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 这种景象难得一见 让车水马龙小声匿迹的原因 就是世界杯 人们待在家里 坐在电视机前 跟家人朋友和邻居一道观战 这个名叫阿图尔阿尔维姆的社区 离圣保罗大型体育场 伊塔盖隆只有几个街区 不过街头的小镇风情 让人觉得这里远离喧嚣 这是热男阿劳洛的家 他请来了叔伯 阿姨 外甥 唐表青和朋友们 一道观看今晚巴西队的比赛 一阵兴奋的呼叫声突然响起 可惜球没有进 巴西队22岁的神童内尔玛 功亏一篑 不过看比赛只是乐趣的一部分 不管赢不赢球 这户巴西人家聚集在一起 享受着亲情 夜幕降临 派对却刚刚开始 这是我们的文化和DNA 不管你是美国人 非洲人 或是意大利人 我们一律一爱相迎 这是找个借口办家庭聚会 烧烤吃喝 在这些派对中 人人都很开心 比赛落幕后 店铺仍然大门紧闭 但街头不再空无一人 整个社区都在庆祝 一场赛后的狂欢开始了 喜欢狂欢的民族 我们喜欢派对 喜欢人多热闹 巴西人热爱这个 他们是非常热情的民族 这是包容的感觉 也是对人性的称颂 二者加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种无望不慎的文化 那么除了巴西球迷以外 来自全球各地的球迷也聚集在 这个里约热内卢的 科帕卡巴纳海滩 要来体验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在这个最大的足球盛世期间 作为一名身丽其境的球迷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下面继续是美国精英的报道 这就是世界杯大赛期间的 科帕卡巴纳海滩 虽然天空浓郁密布 但丝毫压制不了 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 球迷的激情 多数人都身穿本国的球衣 欢呼声不是从某群球迷中传出 一些球迷提起了足球 其他的人则进行享受着 科帕卡巴纳远近闻名的 白色细沙 本届世界杯 在最酷爱足球的国度举行 文森特·伯格惠斯来自荷兰 他今天来到巴西 是为了给本国球队助阵 我们现在找到感觉了 真的很棒 我们昨晚在海滩的一个 小酒吧里看球赛 我觉得既然这场比赛 有荷兰队 那么我们就来这里观战吧 鲁芬坦娜是美国人 不过他为西班牙队加油 每个人都很友好 头一天晚上 我跟四个奥地利人一道吃饭 今天我跟九位阿根廷人 一起吃午饭 我自己一个人来的 每个人都对我很友好 在前来巴西的国际球迷中 阿根廷人的比例预计会最高 现在已经有好几万阿根廷球迷 来到近临巴西 李扬内尔就是其中之一 他对阿根廷捧走世界杯的几率 抱有信心 我有信心 我总是有信心 特别是有梅西 这位男士来自伊斯坦布尔 他在来巴西的飞机上 才做出了为谁加油的决定 昨天我到了 我在飞机上遇到一大群波斯尼亚人 所以我就跟他们私混在一起 我们也有历史的联系 所以波黑队就是我的球队 我支持波斯尼亚 他说来到领约热内卢 让他毕生的梦想成真 我热爱足球 我好想让我童年的梦想 化作真真切切的现实 我的整个童年都在梦想 能在现场观看这些球赛 现在我到了巴西了 我爱足球 我爱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这场足球盛会将在 科帕卡巴纳海滩持续下去 直到世界杯在7月13号 落下战幕为止 美国之音布莱恩·艾伦 李约热内卢报道 那么看完了海边 继续我们带您上山去看看 在巴西的面包山 可以说是李约热内卢的 一个著名景点 这里的景色 每天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 世界杯球迷 或是来看球 或是来赏景 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艾伦 继续带您到山顶去看看 站在甜面包山上 几乎可以扶拦整个李约热内卢 当然还有科帕卡巴纳海滩 登顶也不是难事 只需要坐两次短程缆车 当然对于喜欢冒险的游客而言 徒步登山也是个选择 置身于甜面包山顶 绝大多数游客多说 这里的景色无与伦比 你能一览科帕卡巴纳海滩 一帕内马 波塔佛哥和李约热内卢 市中心的繁华 当然最不容错过的是 李约热内卢的地标建筑 耶稣山 那是一尊巨大的耶稣像 当地居民罗德里哥 自出生起就住在这里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登上甜面包山 面包山代表着李约热内卢的精神 你站在这一个地点 就能饱览整个城市的美景 不是每个游客都住得这么近 来自澳大利亚的海灯和乔丹 为了一堵圣景 我们乘坐了三次航班 飞行时间分别是八小时 七小时和十四个小时 对选择来李约热内卢 感受世界杯的各国球迷而言 甜面包山是这次旅程的一部分 如果你看到巴西队和哥伦比亚队的粉丝 再给一群德国人拍照 那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去过阿尔卑斯山 但是无法和这里相比 甜面包山一日游结束时 游客们下山的交通工具是缆车 当然你还可以选择 坐直升机下山 看完了巴西的美丽景色 您是不是也想出门旅游了呢 接下来的OMG美语单元 今天白杰就要教大家 怎么用美语来说说 出门打包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秒处 出门打包 一些用法 Path light Path light Path light 青霜 I'm headed home to Ohio to visit my parents for the weekend I'm going to pass ligh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pay to check a bag 我周末打算回 Ohio 看我父母 青霜不情 因为我不想花钱 我应有心理 Carrion bag Carrion bag Carrion bag 随身行李 I'll try to stuff all of the clothes shoes and other things only for the weekend into a carry-on bag I hope it's big enough for all my stuff 我想打包 鞋子 衣服和打物 把整个周末用的东西都塞进 虽善心里里 希望旅行相够大 能装的家 Ess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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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必须品 Toyle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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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 I only have room to pack the essentials Just a few pair of jeans Some nice shirts A few pairs of comfy shoes And a bag of toiletries 我觉得我就能放下一些生活必需品 几条牛仔裤 几件好看的衬衫 几双舒服的鞋 还有一包化妆品 好 请品顿告诉我 When you travel Do you like to pack light? 好 拜拜 好 我们谢谢白杰 以上就是今天6月20号 星期五晚上的第一小时 VOA卫视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 欢迎发送电邮给我们 VOA新闻atgmail.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留在电视机旁 收看稍后由宇州 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 那么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要带您继续回到巴西 去看看这些热情的球迷 冒雨 观赛的场景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进行赛会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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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